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意味着它要把我们在双鱼所感受到的问题带回到我们的社群关系跟人际关系方面 所以也许在这个效应当中你就会感受到你可能对某一群人很不满意 或者是你被惹毛了你就很想要去把过去对方所说的一切 闲言碎语啦 舆论攻击啦 再拿出来聊一聊 那当然对名人来说你也很可能就是又会有一些话题被人家聊起来 把你过去的一些秘密不为人知的事情回过头来影响你的人望人气等等 所以这是这次水星所要带来的效应我们不可不慎喔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提醒大家人不能做坏事 一定要正派的原因 因为有太多次的行星逆行就会回溯你的过往 那接下来呢就是礼拜四 三月五号的时候 金星会进入金牛座 也就是他离开牡羊座了 所以在这个礼拜四他也是金星交接的时候 那你要知道有水星交接有金星交接 这肯定有很多的是非跟动荡 因为有行星过运的关系 大家在这一周呢就要注意咯 我们都知道行星动荡就是事情在爆发 或者是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包括天气也会不太好 那金星在金牛倒是一个好位子喔 它从弱势位来到了强势位了 那金星金牛为什么会强势呢 因为它会带我们去领略美好 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可能喜欢闻好的味道 喷香水就很有用 或使用金油你会得到好处 那它也会带我们尝美好的味道 我们活在地球上 地球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源 我们要好好地爱惜它运用它 而且金星金牛吃的都是原味喔 圆形的食物大地的恩赐喔 那我们也可以清静大自然 然后开放我们的感官 那这段时间如果你要养生 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因为金星金牛会帮助我们身体变好变美 你如果想塑身也不错喔 好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是如何呢 那就是工作上有白羊 处女天平跟射手咯 白羊星座的同学在工作上呢 跟长官老板会比较亲近 那当然就会很忙咯 因为你被看重被拔拙 那老板就什么都教你了 辛苦了但也代表你很有存在感 另一个呢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这个很适合跟家的能量互动 所以你在家里的速度 效率可能比在公司还要好 或者是很适合在家工作的人 或从事跟家有关的事业的人 比如说你是装潢啦 家居业者啦 或者是餐饮业者也会很不错喔 另一个呢是天平座了 天平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呢 会有一些转变 这个转变挺大的 比如说也许这个机会来了 然后他建议也很特殊 我是建议你统统接受喔 因为对你来说会是一个翻身的契机 或转变局势的契机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方面有去无存经的方便喔 所以你已经慢慢知道哪些东西 不用再顾虑或不用用力在那里喔 那个是多的浪费力气的 那这个去掉了之后呢 你就不用再那么忙 而且可以更有效果喔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那就是双子天蝎水瓶跟双鱼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感情方面 你不急旁边的人帮你急喔 他们就会帮你乱点鸳鸯谱啦 所以不管有没有谈成恋爱啦 心情都是愉快的 周遭有很多好朋友围绕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想要好运吗 那就以退为进或者是软一点 这个软性的诉求或者是有点迷糊反而比较可爱喔 所以这段时间感情稍微放空啦 反而你会得到更多 另一个呢是水瓶座了 水瓶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不要太挑剔 对我在说你喔 你很你很会自己给自己找一些麻烦 或者是自己设限 然后或者自己把事情想得很糟 通通都出于你自己喔 别人可没有这样喔 所以不要再继续这样折磨自己了 另一个呢则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最近倒是有一些桃花 不过你很理性喔 很可能现在你也在处于感情的动荡期 还在评估当中 所以也不太敢开门 我们反而会觉得你有点严肃无趣喔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 那就是狮子跟摩羯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最近应该有不错的赚钱机会出现喔 或者是一天到晚接到推销的电话 这个倒是不太好喔 你要好好的应对应付啦 就有点烦躁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sign 这个sign在提醒你喔 不能只是努力工作喔 金钱也要理一理 所以用点心思在那边吧 另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理财方面很有想法喔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是有在 尤其是钱滚钱的行业 比如说银行业者啦 或你本来就是股票投资厉害的人 最近的福智心灵 或者是灵机一动 都挺有效的 还有如果你不太会理财的摩羯 你也可以请教专业喔 最近会有很厉害的人出现在你身边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就是金牛跟巨蟹要注意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最近健康方面会有所谓的后遗症 所以你前一阵子做了什么 现在就会发作在你的身上啊 所以如果吃太多可能就会发胖啊 或者是晒了太阳 可能皮肤就会比较红肿痒啊等等啊 所以做什么得什么 现在就是爆发的时候好好治疗吧 另一个呢是巨蟹座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最近是不是真的很多梦呢 还有有很多事情 我觉得啦 这段时间你也尽量不要乱外出 因为你的外出运会比较差一点啊 如果真的出去了 就有可能什么车子污点啦 舟车劳顿啦 然后不是那么顺利 然后也会水土不服哦